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黑兔 今天是2021年的1月27号 奥兰多 当地时间下午1点 别人玩环球影城 都是还没开门就等到外面 我就磨磨蹭蹭昨天11点半 明天1点 而且他们现在只运营到5点 也就是说我只有4个小时的玩耍时间 不过因为现在人流量少 排队的时间不多 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是足够了 现在我走在环球影城的步行跌道上 也会有环球影城的一些特色的造型和氛围在里面 但是比起迪斯尼的商业街 不管是人流量还是氛围 真的差得太远了 所以其实环球影城做营销做得大 但实际上大家还是更爱迪斯尼 因为我昨天才知道 环球影城就是一个过山车影城 全是过山车 90%都是过山车 我昨天去的Universal的本园 就是由地球转动的那里 今天我往左边走 去它的冒险岛 它的冒险岛里面 哇这里有泡泡 冒险岛这个园 这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北京环球影城 宣传片里面的景象 哈里波特的城堡 破格子魔法学校 一语如一样 我看到有人评论说北京就是这里的翻版 而且还没有奥兰多环球影城 昨天我所记得那个惊艳的最小象 我又看到过山车了 昨天在这个环球影城本园 是红色的过山车 90度上升 在快速下降 叫做红色死亡过山车 这边 看我后面吗 绿色的过山车 是这个圆的霸主 叫做绿巨人死亡过山车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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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无缘 北京环球影城也与我无缘 除非别人请我或者什么 看看这些项目排队的时间都还挺短的 就5分钟10分钟可以的 哎 这个跳楼机就这样吗 都没有到达那个最高地 然后挖了下来吗 而且他每一次的人 根据他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 反正与我无缘 这个人 其实是做了 子与我都不会 不愧 不会想念 子丹 这次猪妻 这个人 竹子 介绍 你 无法 不不愧 你 不愧 不愧 哇 这一个就是哈里波特的魔杖 这一个是罗恩的魔杖 第三个是赫敏的魔杖 我已经进入了哈里波特的魔法世界 这里仍然是打造的一片白雪矮矮冬天的景象 这种三角形的欧式风范的小屋 处立在道路两旁 而传说中的那一个禁忌之旅的过山车 就在悬崖上的列座黑色城堡上 巧克力蛙三个三十美金 一个十二美金 巧克力蛙二十四美金 Made in China 8美金三个二十美金 这一盒糖两盒十五美金 我看到那个比比多味豆了 十二美元又涨价了 之前看公立才十一美元不到 这个有猫头鹰的post office邮局 先去看一下 这边是卖魔法袍的 会咬人的书吗 哇 惊造的 刚刚那个魔棒是五十五美元 诶 这个真姬山是八十九美元 Skola 终于不是 这个杯子还挺可爱的 二十七点九五美元 泰国制造 围巾三十八点九五美元 忘了一下这个魔法袍 一百二十五美元 我还想着这个post 进去打个油说呢 这个又是卖魔法袍 卖魔法袍的 魔法袍是中国制造 里面的杯子是泰国制造 帽子围巾是苏格兰制造 有互动的 小摊上的魔法袍是五十五美元一根 这就是哈里波特周边的物价了 我后面就是哈里波特的城堡了 哈里波特的禁忌之旅 又是一个过山车 这么热门的下 我平时要排两三个小时 现在只要十分钟 我合着从哈里波特的禁忌之旅 城堡出来了 太羞愤太自己了 完全推荐这一个项目 像我这种胆小鬼都不怕 而且特别享受那种空中旗的造种 飞行的那种乐趣 而且平时排队要三个小时等待时间 十分钟整个旅程的项目 今天完全不用排队 我两点钟存包进去的 出来的时候到我拿出包看手机 是两点十一分 进去呢 就是一个长长的地下的一个走道 两边就是哈里波特里面的各种雕塑 再往前面走 上楼 就会看到他们做实验 做草药实验的那个小花园 往小花园再往里面走 又是一个黑暗的长长的隧道 你会看到各种画 画上的人物会动 而且会说与自己相关的一些台词 再往前走 会看到邓布利特校长 在对你进行一些入学的训事 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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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各种会动的报纸啊 壁画呀 又会进到项目的真正开始的地方 它的座位有点像那种跳楼基的座位 四个座位 形成一个单独的座位 我的那一排只有我一个人 我就坐在正中间 一开始就穿越一个时空隧道 然后就是哈里波特在前面带着你 你骑着扫索 穿过城堡 穿过森林 哦那种感觉真的很舒服 因为你整个脚都是悬空的嘛 再往前走 还会与恶龙争斗 还会参加他们的可疑地棋比赛 恐龙它喷那种烟火气 会喷到你的脸上 你真的会有那个烟火气 还有蜘蛛吐唾叶 也就是那个水 会喷到你的身上 还有一些木乃鱼啊 一些怪物啊 在追逐你 我还要再去坐一次 太享受了 但是其他过山车 我还是不敢去 真的真的超级超级推荐 你看像我这种胆小鬼都不怕 那我又去了 你以为你也会有人不得抚 你以为你也会有很高 你感觉很高 你以为你只要小鬼的 你以为你也会有好 我都可以笑的 我都会有感觉 我跟你一起 你也会有很高 你以为你也会有人不得抚 你也会有很高 你以为你是人不得 你以为你也会有很多海